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盘面上来看的话金融和采矿的板块都有所下跌 中国股市在上周整体是走平有轻微下跌 大盘指数上振指数是上涨了0.01% 原地不变保持在3268点 那么深圳方面和创业板则分别有大约是0.4%至1%的下跌 但是深圳目前依然是在10600点以上 其他方面欧美国家在上周五均有不同程度下跌 英法德平均跌幅在0.3%至0.8%左右 美国主要指数也同样有所下跌 最少的跌了0.1% 最多的则下跌0.8% 在其他方面黄金价格目前判到了在上周五 第一次在2017年判到1300美元大关 之后快速下跌 但是目前依然是保持在中长期的上涨趋势中 另外油价在上周五也出现了3%以上的上涨 达到了48.50美元 在今天热门话题中我们正说一下的就是上周五 黄金价格首次触及1300美元引发了对于未来美股下跌的担忧 我们知道上周五除了这个欧美股是下跌以外 另外一个重要的产品走势就是黄金 我们看到上周五黄金价格在今年首次是达到了1300美元大关 这个价格是在过去的八个月中一次都没有去过的 在过去三次曾经最高去过的一个统一价 大约就是在1295 但是在上周五1295被冲破之后是直接达到了1300 但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回调 这一次第一次毫无疑问尝试以失败告终 但是这就说明黄金价格很有可能会再次冲击1300大关 而且下一次的尝试将有更大的可能将会突破 这个2017年八个月都没有能够创造的这个最新价格 那从图形上来看 从到目前为止黄金始终是保持在一个缓慢的上涨通道中 我们知道呢 中国的一句古话叫做盛世古董乱世黄金 随着黄金不断的走强 它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黄金的上涨呢 就意味着不断的有买家进场 为什么会有买家愿意购买黄金 而放弃这个资金原本可以投在股市上呢 就是因为它对于这些风险资产的担忧 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引起关注的 所以说黄金作为一个避险产品呢 主要避的是什么险 其实说白了 就是对于未来经济的不确定 和金融产品走势的不确定 那么这个未来确切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的是风险产品 什么叫做风险产品 广义上来看 除了黄金以外呢 其他比如是像股市 像汇市 外汇里面除了日元和瑞士法郎以外 绝大部分的非美产品都可以归纳到风险产品 包括了石油 包括了铁矿石 等等这些大宗商品 绝大部分也都属于 这个叫做风险产品 所以说我们知道呢 在这些风险产品中 最为流行的 也是最为被世人接受的 就是股市 而全世界股市交易量最大 最为广泛的 就是美国这个道琼斯 以及呢 标普500指数 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看过去 十年的走势图啊 道琼斯指数啊 在2017年 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 最高的价格啊 在金融危机之后五年 2012年就已经被突破 从2012年到现在为止的 七年时间里面呢 道琼斯指数一共是上涨了 大约是8000个点 也就是说差不多有60%的涨幅 那么这么大的涨幅背后 有没有回调呢 有过一次 就是2015年中国股灾的时候 除此之外 一次都没有回调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 黄金在过去十年的走势图 也可以发现 金价就是从2012年开始 也就是在美股呢 突破了2007年 金融危机最高点之后 开始下跌的 所以股市的上涨 伴随着是黄金的下跌 但是从今年开始 这个趋势并不是这么走 美国道琼斯指数 在今年年初到现在 依然是在上涨 但是黄金并没有再次的下跌 目前金价呢 始终就维持在 1210到1280 这上下70美金附近 所以说 从现在走势来看 如果金价不下跌 甚至于冲破了1300大关 那么对于未来中国股市的担忧 将会呢 不断加重 那么作为这个 叫做美国的小弟 澳洲的股市来说 现在本身就没有冲上 5800点大关 如果未来呢 美股再次下跌 那么对于澳股来说 将会是非常不幸的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这个走势图 这张图呢 是黄金价格在过去10年的走势 我们注意到 这个下跌 下面来来看 就是2016年 大约是89月份 正式开始了大跌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 美股 道琼斯指数的走势 这是2007年 金融危机之前的价格 横过去看 正式的开始突破 也就是在2012年的9月 也就是说 美股突破了金融危机最高点之后 一路上扬 这个付出的代价 就是黄金价格开始大跌 但是我们看到2012年到现在 金价的下跌 在目前已经得到了缓和 而且很有可能在冲上1300之后 得到进一步的上扬 换句话说 黄金开始上涨了 那么离股市的回调 还会远吗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热门话题 那么今晚呢 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消息 所以投资者呢 在今天晚上 并不会有太大的 这个因为消息而产生的 临时事件的担忧 那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才金点兵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